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皮特芬 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款《異界戰機》這款遊戲 那這個遊戲在做什麼呢 來 我們就直接來進一下遊戲裡面長什麼樣子 這個畫面一看到的話應該都非常非常的了解到 這是一款什麼樣類型的遊戲 沒錯 就是我們的3D肉哥的遊戲 好 不過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它這邊有多了一個技能可以去使用嘛 然後我選 我升級了 剛好全部卡在一起啦 然後我現在升級之後呢 我還可以選 我全都要耶 只是要看廣告而已啦 好啦 這邊我就先簡單的看一下 它說雙發子彈數量加2 這應該是我剛剛的技能啦 它剛好全部疊在一起了 那我現在 我在移動的時候不能有 真的假的 我在移動不能射擊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來試一下 應該是走位的意思 喔 我在按的時候 它會 喔 會慢下來的一瞬間 那我現在該做些什麼樣的動作咧 如果以操作所感的話 這個遊戲感覺蠻特別的 這應該是補血 沒有錯啦 是血補滿了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右手邊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4個 我現在要幹嘛 我們先選個雷射 好 有啦 雷射就是可以在周邊打怪的那個東西 初期的話呢應該都是蠻像 它前面沒有給我選啦 只給我玩這個角色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又可以再放技能了一次 它升級還蠻快的耶 雷射數量加1歲變3個雷射嗎 現在還沒有出來 有耶 真的是3個雷射 然後這是我剛剛的技能 沒錯 好啦 那這邊的話呢應該蠻明顯的 這是補血 這是磁鐵 然後這應該是全場爆掉 然後來了一隻BOSS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廣告說這個東西是什麼唄 好 有了我們廣告看完之後 唉唷 我剛剛選了什麼技能 喔 這什麼意思 簡單的說就是暫時無敵的狀況吧對不對 然後移動速度都超快 只不過我現在沒有辦法射擊武器 對啊 在移動的時候不能攻擊 有點痛苦 但是也只是基礎攻擊不行而已 其他攻擊的話都還可以 哇 這個能力也持續太久了吧 這個情況下我們還可以放進了嗎 等一下雷射再加1 這個雷射看起來蠻舒服的 好啦 那一樣 我們這不是重點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影片的重點唄 那先回到我們的遊戲主畫面 那如果想要了解這個遊戲的基礎介紹 又或者是人物操作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影片時間軸 那這邊的話都有做一些初步的講解 那今天的影片我就在著重的介紹 我們的萬聖節活動啦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是來體驗萬聖節的活動 那萬聖節活動的話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首領挑戰 首領挑戰的話 它這邊有說是5人小隊聯合對戰BOSS 每局5分鐘 重點是它每過1分鐘會增加一個新的BOSS 加入這個設定其實有點變態 好啦 不管怎麼樣 我剛剛先玩了一下 我們是77.76K 那我們就體驗一下有沒有辦法超越我現在的狀況 有看排行榜啊 好排行榜好像已經來到20幾B了 不過那都是已經是資深玩家的事情了 我現在做的事情呢 只要超越我自己就好了 所以王會過來 我們要記得閃 喔 這個閃 它反正會慢動作嘛對不對 它幫我配的兩個人 應該是人機沒有錯啊 不然我慢動作怎麼跟著也慢動作去了 然後我在走路的時候沒有辦法發射技能 這個有一點麻煩 所以說我還是先去吃個技能好了 巨石炸彈 閃電 子彈數量 閃電 欸對 閃電一定是最傷 它會直接打在王身上吧 然後它要發技能了 先撤 王放的技能應該是針對某個位置 他現在要放技能了 我們準備 跑 開個大絕 看一下有了有了有傷害4K 這時候應該不會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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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閃得掉 哇這個技能 老實說這個 子彈時間還蠻帥的 給過嗎 然後又多一隻王 完了完了完了 現在場上兩隻王 那兩隻幫我去彈一下 有沒有機會 累積傷害 這是我的累積傷害吧 你看他們在打的時候其實是沒有傷害在累積的 我在打的話其實蠻明顯的 只要記得有閃的話 不對 他下一隻王耶 還是我不要去觸發他就沒事 欸他卡住了 太好了太好了 等一下我沒有辦法讓他也卡住 有沒有辦法讓兩隻王都卡住等一下 如果讓兩隻王都卡住的話是不是超爽 先 靠 欸過來 有沒有機會有沒有機會有沒有機會 沒有沒有 我現在這個是無敵嗎 別動別動別動 好別別別他轉出來了 欸兩隻都死 完了 101K然後我還可以再復活一次 來等我一下 好我這邊復活了 但是我覺得我的次數也沒有到很多 應該說等一下就會死掉 我覺得 所以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的升級的東西也不多 我先我先吃一個這個 好我吃了一個算是無敵的東西嗎 沒有他其實沒有無敵 因為我剛剛才被這個東西給坑了 所以不然的話我得 好不行 我覺得王應該是會每一分鐘會越來越扯 雖然說我因為這個復活多了30K的關係 然後我們拿到了7個南瓜頭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南瓜頭可以用來做什麼 哎剛剛是永久VIP禮包 我們等一下再來簡單的看一下 好啦一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萬聖節的部分 我們的萬聖寶庫的地方 就可以用我們的南瓜頭來換你需要的物品了 基本上資源在這個位置都可以換 那最特別的呢應該就是限定皮膚了 限定皮膚的話呢 在這個遊戲裡面還可以增加角色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應該算是必換的地方 好啦接著我們來體驗一下叫做女巫狩獵的部分 女巫狩獵的話呢 他是無限制的打法 所以我只要不死 我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他說每分鐘會出現一個隨機BOSS 然後隨著時間我就完蛋了 真的我能夠撐到第二隻我就覺得不錯了 然後呢出現的BOSS將會越來越強大 當玩家死亡時呢則會結束此遊戲 然後排名統計每局結束後擊殺BOSS的數 哦擊殺BOSS跟怪物的數量 哦這個是重點時間不是重點 重點是殺網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排行榜 排行榜的情況下呢是20 這是20萬隻網嗎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20萬隻怪物吧 啊我們就走一下囉 呦這可以嗎 可是這個 哎呦 啊對這是我的寵物 我剛剛忘記看寵物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再去介紹一下這個遊戲的角色的部分 好現在這個地方我是不是先尻個技能下去 還行 而且我現在初期而已就已經打到2點多K了 目前是一發一隻啦 但是 我覺得我應該選個技能 如果不選個技能有點完蛋 然後這是我的子彈可以附加濁燒能力 我附加濁燒能力能做些什麼呢 我現在還有救嗎 我先往前衝一下拿個東西行不行 好的 還沒有問題 可是我現在沒有任何的 技能有了 奧術飛彈立場 好先用立場先用立場 好我們連鎖閃電閃電連結 直接去墊4隻怪物 好這該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有立場了嘛 就直接 開一下 好的 首領來襲馬上就來了 完蛋了 這扛得住嗎 王的血量在哪裡 在上面 50條血 哈哈哈哈 好的 哎呦 不是吧 嗯召喚火羽攻擊敵人 這個火羽 我突然覺得他傷害是不是有點過痛 我是中毒了 不對不對同學同學動我一下 動我一下動我一下 這個遊戲閃避很重要超級無敵重要 45% 45條血給不給過 等一下 他會跳三次 我跳三次只有一個翻滾有點不夠啊 我可以跟他一起 哦可以耶 可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行啊同學 你這個太過分了 所以這個就是無限制的 你就是把王給打死 他才會出下一隻 好的 我剛剛做了一個非常蠢的動作 這一發下去 哦還行 我是不是要 先跑 再跑 四蛇 這個給過嗎 還可以 一點多K 直接炒反 哎不行 我剛剛不是想往反方向跑嗎 哇 他的中毒好過分哦 我覺得初期要打有點硬 我覺得可能要先農一下 再過來 對 你看20萬隻 我現在才380幾隻 正常情況下的話 應該是不能夠疊加的 是算異常的 之數才對 所以我現在一隻王 都有一點問題 哇靠 太硬了吧 然後復活的話 我覺得應該沒有機會 現在39 好啦一樣 那我們這邊來復活一下 我這邊復活了一下 雖然我覺得 可能扛不太久 現在是38條血 至少我們在一開始的情況下 打掉了一條血 我其實跟王這樣穿過去的感覺 還蠻帥的啦 開一條 其實我往 我這個 這是有限空間耶 我如果他無限空間 其實我這個時候是不是往上跑 然後不要理他 我繼續跑 不行 他追的上來 不行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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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初期可能要強一點 不然就是我的角色 要再更過分一些才可以 好啦 那我們這邊擊殺384的話呢 可以看到右邊有一個寶箱 沒錯 只要累積擊殺超過1000隻 就可以獲得獎勵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再繼續去畫 不行 他不給你看 不給你看後面的數量 但是可以看到下一個是2000隻 所以我這邊先進去一瞬間 他可以無限刷嗎 有這麼爽嗎 我先隨便打個幾隻 好打一隻再多一點好了 一隻就有點太少 好28隻29隻 好差不多 那我們直接結算 結算跟退出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殺31隻 這樣的數量會變多嗎 415 可以耶 那這個不就是拚了嗎 刷到底就對啦 活生生的下去刷就對啦 那這個OK 好大家知道該怎麼做了 好那就是萬聖節之夜 而且他目前很像是沒有限定次數嘛對不對 就活動期間內我可以刷的越多次就越爽 等於是你有多乾 喔這個活動 這種筆法還蠻特別的吧 好那再來呢 我們這邊除了可以去萬聖寶庫這邊換東西以外 還有我們的南瓜轉盤 好那接著呢 就是我們的南瓜轉盤的部分 這邊的話 除了每天可以用廣告看三次以外呢 也可以用上我們的抽獎券 只不過抽獎券的話呢 就是必須要花一點coco了 那這邊的話最神的是可以抽到我們的紅裝 甚至呢連彩妝都可以在這裡抽到 哇靠 這裡感覺有點誇張啦 好啦最後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限時簽到啦 簽到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反正就上來點一下就可以送你東西 那最後的話呢 還可以送你200個南瓜頭 可以讓你去換你想要的 萬聖寶庫裡面的東西 那你要拿到限定皮膚的話呢 要累積到3000才可以 那如果都是可以一直刷的話 那其實這樣也還好對不對 我就是刷到底就好了 我就是用力的去刷 限時皮膚不只是在這裡而已 當然還有我們的殼金的部分啦 對沒錯 課金的話呢 也可以拿到限時的皮膚 只不過這個遊戲的皮膚不單只是拿而已 就是你拿到的話呢 還可以幫你的角色提升一些能力 好啦既然都講到角色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現在拿到的裝備吧 好啦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裝備系統吧 不過這是我們目前的裝備啦 還有紅裝跟彩裝還沒得看 有點可惜 那基本上呢 這個遊戲就是靠著我們的升級 就可以去強化你的詞綴 應該要這樣講沒錯 那如果你的顏色越高的話呢 你的詞綴的數量會越多 只不過你需要的等級呢 也就越高 好啦這是裝備的部分 但是這個遊戲我就裝備 雖然說是一個重點 沒錯但是有一個更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英雄 英雄角色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一開始的角色是用上我們的暈雪舞 不過它現在的角色還算偏少啦 只有123456789 說不定未來更新會來更多沒錯 好啦我們剛剛拿到的角色呢 是有一個手槍 然後你必須要在移動的時候 它才可以 它就不會攻擊 你必須要放著它才可以射擊 那主動攻擊的話呢 是造成一次大範圍爆炸傷害 附加擊退的效果 那這邊呢一樣 同樣是可以做升級的 那你只要升級到特定的等級 所有英雄的生命都會增加 所以顏檢應該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呢 每一隻都要從 每一隻都要抽到 每一隻都要給它升上去 突破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你這個角色本身的能力了 子彈爆擊率 爆擊傷害 子彈爆擊率 暴擊時恢復生命值 等一下這也太強了吧 這個是吸收耶 你造成的所有傷害 都有小概率暴擊 那不是本來都小概率暴擊 欸好吧 算了 這個就是要玩下去之後才知道的 好那接著呢 是我目前抽到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能力就好了 我們的限彈槍殺傷範圍廣 那接著的話呢 是我們的主動技能 連續射擊附加燃燒的效果 OK 那再來是我們的美風陰陶陰 發動發射流彈 擊中目標時 會造成爆炸傷害 這應該也是他放置的技能 不過主要應該都要遊戲裡面選技能才對 除非像是打一些特別的關卡 遊戲的角色本身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它的主動技能是發射八枚跟蹤導彈 附加凍結的效果 OK那最後的話 這應該就是金塔了吧 所以很明顯應該就是 綠藍紫金 欸沒錯 然後那金的話是 奎英 靈魂之刃快速衝刺攻擊 然後呢 主動技能是向周圍六 發射六眉迴旋鏢 OK好 簡單的看過 好啦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先不做升級 我們就直接來選一下這個金角色的部分 會有多香吧 我們選擇選擇之後呢 我再看一下能力 叫做快速衝刺攻擊 然後主動技能是向周圍同時發射六眉迴旋鏢 但是不只是這樣 當你有的角色你都可以先把它技能先記住 因為你在遊戲中同時都可以去使用 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好啦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角色就做了轉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主線關卡 那我們先簡單的看一下這個地方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啦一樣我們一進來之後 這是我們的角色 那哈的快速衝刺攻擊是 等一下 這個角色會不會太過分 他直接放置欸 連作用都不用作用了 我剛剛還在想說 我角色都要移動才可以造成傷害 那現在的話呢 連移動就交給電腦 等一下這個角色太香了吧 好我們先不要讓他移動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技能 對這個部分呢 我剛剛可能只是稍微演示一下而已 那這邊的話呢 你看我們這邊有三個技能對不對 我們直接先 欸記顏色好了 藍色紫色跟綠色 那我們先放下去的時候呢 欸有沒有發現 我的技能又回來 我又有另外一個技能可以用 不過這也算是一個優勢也算是個劣勢 因為有可能我就只是想要這個角色的技能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狀況所以我會導致每個技能都要放過才可以 但是呢如果優勢的話就是代表說 我今天有三個技能可以放 我誰的技能我都可以拿來用 我可能就保底一個保命技能 剩下兩個技能就不斷的刷不斷的刷不斷的刷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今天要放誰的技能 就放誰的技能 所以我才說誰的技能都要稍微的去注意一下 就這一點而言的話 我覺得這個遊戲根本就是動作遊戲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閃避的瞬間子彈時間 其實我覺得這玩起來單手應該會有點忙啦 如果可以的話用上模擬器 然後再加上幾個按鍵去輔助的話 感覺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剛剛王已經死掉了嗎 這些角色你看起來玩得很激烈對不對 其實我現在雙手是完全放開的 我連WS都沒有按 我完全都是靠著他自己在動 哇靠這個角色 太懶人福音了吧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的簡單的角色介紹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再更深入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去看一下其他東西唄 好啦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主選單啦 世界的部分從左邊來看 時光寶庫時光寶庫的話 感覺就是給你換裝備的地方 不只啦資源也有 那我們剛剛有抽到這個 我還直接抽到兩個 真的假的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我今天要的話要100K 那這個東西哪裡拿 在背包的十字旋風 他都有跟你講在哪裡去拿 那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叫神機殿堂 這個地方的話哦 它叫做成就 你就是來領成就的地方 你有成就的話 就可以跑到我們的成就寶箱 成就點數就可以來送我們的虛寶 那基本上就是有的話就過來點 畢竟它是紅點嘛 有紅點就是把它點掉啊 不然的話會非常的心悸 你知道嗎 再來是我們的魔法商鋪 好啦那這邊的話呢 是用上我們裝備分解掉的資源來換的 所以如果你有多的裝備的話就可以換 所以我今天紅裝的話分解掉是拿這個 我建議還是不要分紅裝吧 好秘境零獸的部分的話哦 這個就是 離線經驗值 反正呢你就是有離線 你就是東西都會有 現在遊戲我就基本上都要這個東西 不然的話感覺會有一點點怪怪的 就是我一定要動才可以有東西 不然的話真的是會有一點痛苦 我沒動就沒有東西 那感覺不是很舒服你知道嗎 然後一樣我們可以用快速所有的話 看廣告的話可以直接免費零一次 然後也可以花體力去零 那我現在體力的話是已經花掉了 然後我們還可以培養我們的零獸 零獸的話 我還可以花鑽石去餵養 又或者用廣告去餵 其實本來就是有辦法看廣告 然後呢 哦原來我們的零獸等級 就是我們的掛機等級 他跟你角色是不一樣的 不像說你角色推到哪裡 你的掛機等級就在哪裡 所以說我今天可以不玩 但是呢我的零獸就瘋狂的給他養上去 會不會這樣也會很香 不過他有次數限制啊 然後再來我們是我們的魔法屋 魔法屋的話應該就是我們的主線的地方了 他這邊有說啊 4等升到5等之後呢 可升級可以提升角色的屬性 攻擊力從0.8%變到0.9% 生命值從0.8%多到0.9% 那我們這邊升級的話其實很便宜 但是主要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拿來拿呢 他這邊不給我點 有了前往我們要去主線關卡才可以 主線關卡就是我們的下一個 好這邊就是我們的主線關卡啦 主線關卡通關完之後呢 當然你這個一定是不滿足大家遊戲的心情 還有我們的煉獄模式 煉獄模式一定就是比主線更過分的地方 這邊呢我就沒有先去碰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這個遊戲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也是另外一種掛機系統 我們的紡織屋皮革屋跟鐵礦屋 那這個進去在幹嘛呢 基本上也就是升級啦 那升級這個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增加我們的資源產生度 還有這個資源的容量 如果你看一個小時66.7個 我現在容量爆掉的話 我是不是就要上來領呢 不然的話會很浪費資源 那皮革的話也是 那我們的鐵礦的話也是 那這個要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來製作我們的裝備 那做好的裝備要怎麼辦呢 如果你今天這個裝備是你不要的 我們就是直接給它分解掉 分解掉就可以拿到我們剛剛的材料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不要這些材料好了 綠色的我都不想要嘛 我們就直接給它分解掉 分解掉之後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這個寶珠 那這個寶珠呢 你說等級很低怎麼辦 我想要高等級 也沒錯 你也可以去做合成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不會虧的 你弄得越久 東西資源就越多 好啦 那既然都已經開到這個地方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商店的部分 也是我個人看遊戲最喜歡看的地方 首先是禮包的部分 一開始的話就給你一個新手大禮包 然後奇幻寶珈 這邊說的是可以免看廣告 體力上升80% 快速收益增加三次 逆境零售獎勵 應該是可以多餵幾次 又或者是可以一直 多摸幾次嗎 多成獎幾次嗎 然後它這邊可以寫 我購買的話呢 當下可以領到3000鑽石 然後每日可以領取300鑽石 可是不知道它的時間 若它時間是永久的話 450其實還蠻賺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月卡黨玩家 如果我今天不是開直播組的話 我應該就是只刻月卡的部分 好那接著是我們的英雄通行證 通行證的話就有點硬了 因為通行證你解了還不能拿到東西 你還要解完才可以拿到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的CP值一定會是最高的 再來是我們的魔法商店 是直接出我們的裝備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廣告 又或者通過鑰匙去拿 然後勇者商店的話呢 是獲得我們的英雄碎片 等於是我們的角色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角色的話只有這一隻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有10個碎片 那我們來抽抽看 它一次是抽幾次啊 一次只抽一個嗎 喔 抽30個碎片 喔 直接幫我 喔 直接抽出來耶 真的假的 我直接抽到一隻 喔 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林寵魔盒 應該也是抽寵物的碎片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鑽石啦 鑽石的部分的話呢 3400元一單 然後總共是1比10左右 第一次的話呢 都給你充值雙倍 應該是每一次都可以充值雙倍 金幣的話呢 就是你用鑽石去換 不過通常就是不到急需 應該不會去換啦 正常來講任何遊戲應該都是這樣子 然後每日商店的話呢 一開始是免費啦 但是我這邊已經先領過 所以接下來就叫你看廣告了 那不只這邊啦 當然還有我們的月卡的部分啊 剛剛的月卡 其實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可是這裡呢 應該就是真正的月卡 所以剛剛那邊可能是 啊剛剛那邊應該叫做去除廣告 對那這邊的話呢 又有一張永久月卡 我們體力上限加100 裝備突破率加3% 快速收益次數加5次 英雄試煉金幣復本加1 每日抽取幸運大轉盤次數加1 我們一開始可以拿到這個 然後每一次每一天 都可以拿到我們的鑰匙 喔 然後這是永久耶 然後如果再加上我們的月卡 跟高級月卡的話 喔那等於是一天可以領多少 150 300 這邊沒有了 所以一天可以領到450鑽 那上面的話不是給你領鑽石 下面是給你領鑰匙 哎呦 可是如果你又在買那邊的 這邊的話呢 如果這邊也算是永久 還是說它是月卡 這邊不知道 如果全部領下來的話 一天大概是750鑽左右 那這邊的話是體力上限80 所以體力上限可以無限開下去了 可不可以開到太多 好啦這邊呢還有一個叫特權卡的東西 喔又不一樣了 這個叫永久月卡 所以這個叫永久特權卡 VIP 所以我們每天可以領取1500 這個然後這個應該不是重點 重點應該是我們的鑽石 鑽石又可以每天再領取 這領取上去的話 長時間累積下來 也是非常非常可觀的一筆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個獎盃 它是我們的挑戰 挑戰的話 挑戰模式 應該就是副本的部分 然後它有給你辭聚 有給你一個buff 再給你一個debuff 然後去挑戰各大的關卡 那我們的挑戰模式呢 它會給你天賦輸 然後又給你鑽石 那英雄試煉的話呢 會給你勇士徽章升級 英雄的升級材料 再來呢是我們的黃金礦塔 任何遊戲應該都會有的 就是直接拿我們的金幣啦 那最後最後的話呢 來看一下我們的天賦的部分啦 那天賦的部分的話 目前我這邊看到是有兩種 一個是生命之術 生命之術 它這邊是可以選擇你要點的部分 哦 哦 所以我這邊還可以選擇移動速度耶 真的假的 啊我就直接瘋狂ㄍ上去就好了 只要1K 這樣的話我的移動速度會超快吧 假設這個遊戲玩到這邊 我到100的話 就是加10%耶 哦不對它的錢會越來越貴 好吧 也不能這樣子上去 然後這是加我們的攻擊 然後這是加CD耶 真的假的 如果這是加CD的話 這個不用講啊 這一定必選啊 對啊 我CD先撐到50% 我所有東西就加兩倍 我撐到再撐上去的話 會不會又更兇 更兇慘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暴率跟命中 這個遊戲也有閃避的部分是不是 然後再來呢 是我們的生命值跟防禦 哇 它生命值一開始 哦沒有 開始一開始也加100D 所以後面的話 應該會越來越被稀釋掉 所以硬要講的話 簡單看就基本上是 這個不用講了 這個太香了 對 而且又加攻擊 所以這個智力很像不一般耶 好啦那接著呢 是我們的時光神奇啦 第二個天賦 那這個天賦的話也是蠻簡單的 反正你有的話呢 就直接來點它就對了 每一等呢 它的能力都給你寫在這裡了 你也可以看到最後的能力 如果升到最後的話 這是幾星啊 這是五星 然後這是十星 你升到十五星的話 經驗值或許會加10% 可是你又要把裝備分解掉 你才可以有這個 然後還要再拿到這個 然後呢 如果這個結束之後 我們還有下一個神器可以升級 下一個神器呢 英雄生命加0.2 我們的經驗 哦不一樣耶 所有攻擊 然後移速加10% 我這個也蠻重要的 然後有0.5%的機率造成10倍傷害 再上去的話呢 所有生命加0.3 哦 20級解鎖 所以現在不能用 然後最後能力是 受到致命傷害時可以 5秒無敵 我來看最後一個就好了 欸不是 還有這個可以看 每擊敗200隻怪物冷卻減3 上限30% 然後閃現後 有10%機率重置冷卻 可以連續閃現兩次 那個閃現嗎 那感覺應該叫衝刺吧 經驗值獲取加20 復活後攻擊加15% 移動速度加15% 所以這次等於是叫你去死掉就對了 你死掉的話 當下傷害會更高 然後暴擊傷害呢 加50% 然後我們還有 還可以哦 英雄生命6% 攻速加5% 閃避加3% 攻擊加5% 沒了沒了沒了 哦回來了回來了回來了 50級解鎖 反而到後面反而變比較正常一點點 可是說不定這一點點就已經是非常瘋狂的地步 這已經到很後面的地方 我現在就沒有辦法展示給各位看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異界戰機魔法狩獵的簡單介紹啦 那令我最印象深刻呢 就是他閃避的部分 他閃避那一瞬間全場會有子彈時間 這一點讓我覺得蠻驚艷的 如果到後面跟BOSS戰都要那麼激烈的話呢 閃避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當然前期的話應該是不太需要用到才對 但是當你要用到的時候 應該就會非常非常的刺激 那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掃描我們畫面的QR Code 而且我們還有禮包碼可以兌換 只要在我們的設定這個位置 禮包碼輸入TFFUN就可以獲取啦 那今天影片就跟他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2、1 掰掰 再翔端 這一案